今天要与大家讨论到的是我们生活中常出现的一个英文字 也是一个常被误念的字 很多人习惯看到VS这两个字母的时候 就直接将它这样念出来VS 但事实上它所代表的字是Versus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看到了歌手Celine Dion vs. Typhoon 我们应该将它念成Celine Dion vs. Typhoon 或者是如果我们看到一个标题说毕业旅行VS. Typhoon 变成了英文我们应该要将它念成 Our graduation trip vs. Typhoon 在这里特别提醒大家 Versus这一个字的意思并不是两个放在一起 而是两个有对抗的关系 因此所有会用到Versus这一个字的场合 都一定要将两个名词放在一个对立的状况 比如说刚刚我们所提到的Celine Dion vs. Typhoon 那是因为Celine Dion在来台演唱的时候 他刚好遇到了台风 形成了一个对立的情况 是台风会赢吗?还是Celine Dion会赢? 在他的2018年小巨蛋演唱会里 Celine Dion明显的表达他战胜台风的这一个立场 而当我们说毕业旅行Versus台风的时候 他的意思也同样的是 这个毕业旅行会能够进行吗?还是台风会战胜? 在这两个例子里面我们都是看到一个对立的状况 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一些人误会了Versus的意思 因此把它当作像And 这是大家特别要小心的一个部分 他们并不是相等的 顺着这个逻辑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有两个人在对谈 假如他们是在进行辩论 那么就很适合在他们两个的名字中间放上Versus这一个字 但假如他们是一个Interview 并不是一个对立的状况 而是一个访谈 其实我们不应该在这里用Versus这一个字 如同我们在Square One英文基础课程里面所讨论到的记字一课 每当我们在学习一个新单字的时候 我们要非常去注意到它的实际上面的使用 特别是对于那一些在中文里面常出现的英文 我们要非常地小心地去检视它们 去观察它们在全英文环境里的时候会如何被使用 这包含它们的发音 它们念出来的音是什么 以及它们的文法使用 还有它们的意思 我们一定要非常注意到这些要点 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Versus这一个字有两个音节 这也是在Square One英文基础课程里面我们所讨论到的一个重要概念 那就是每一次当我们看到一个单字的时候 我们都要很注意到它总共有几个音节 很多人会把Versus这一个音 如果他们有把它完整地念出来 将它错念成Verse Verse是另外一个英文单字 很常用来指诗词之类的问题是Verse 但是Versus有两个音节而Verse只有一个音节 我们一次一次地会发现 在英文的音节里面若有Square Sound这一个音 很容易会被我们省略整个音节 就像在Versus变成Verse的这个状况里面 在我的另外一个影片里 我有讨论到Forum论坛这一个字的第二个音节也是Square Sound 而它也常会被误念成Form 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要多复习音节这个概念 希望下一次当你看到VS这两个字母的时候 你会记得它的发音是Versus两个音节 而且你也可以进一步地去检查它的使用是否是正确的 从注意这些所有的小细节 我们可以慢慢地堆砌一个巩固的英文基础 而你的英文也会渐渐地变得更流利